很多人都知道 顾家先祖得到仙女徒 最终成为一代雕刻大师 可是却没人知道 先祖顾旭在去世前 曾留下一言 写入祖训 让顾氏的后代 找到这画中女子 并且守护她 可我一直不相信 这画中女子的事情 觉得是天方夜谭 可是后来 我遇到了车祸 我的手因此受了伤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天都会做梦 梦到一个 和画中女子一模一样的女人 所有的梦都很真实 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 后来 我的手恢复了机能 可是 却始终不能雕刻 所以我就做了心理治疗 我想知道 那些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和我不能雕刻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我和林医生 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 都没能传功 所以这个梦做了五年 我也五年没能雕刻 我一直想搞清楚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直到 我遇见了你 我 是因为我跟她长得一样吗 不完全是 你还记得 我们相遇的时候吗 每次你有危险 我都能感应到 并且不由自主地去救你 而后来你跟我去雕刻馆 我才发现 我好像又可以拿几颗刀了 雨萱 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 我是因为喜欢你 想见你 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不是因为雕刻 也不是因为俗训 你为了让我不放弃雕刻 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非常感谢你 我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守护你 不是因为雕刻 也不是因为祖训 我终于明白那些梦 是在告诉我 你 君与轩 是我的命定值 也是我的人间理想 雨萱 做我女朋友吧 怎么最近你们男人告白 都流行送簪子啊 连你也送这个 别人那个是买的 我这个可是自己亲手雕刻的 一一不一样 还有 这个可是我付出的 出之后的第一个作品 专属于你 愣着干吗 快给我戴上啊 你 你是我的唯一 所以你答应了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回我 你都占了我那么多次便宜了 还不许我占你一次啊 占吧 随便占 那也就快点履行你成为我男朋友 之后的第一个职责吧 什么 送我回家 我都当了你那么久的司机了 也该拢我享受享受了吧 我想 要不你还是去我那儿住吧 那怎么行 现在我们不太适合住一起了 现在为什么不合适 以前怎么就行 以前我只是个小助理啊 你有贼心也没贼胆 现在住一块儿 那我不是羊入狼口吗 原来你在想这些 看起来你比我还着急 你说什么呢 你 我只是想天天见到你而已 毕竟你现在已经不在故事上班了 我们见面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那我再回故事上班吧 那怎么能行啊 我怎么能让我的女朋友给我当司机呢 你就跟我回家住吧 好吗 现在真的不行 我爸还在家呢 好吧 那我再等等 嗯 那我走了 等等 干吗 这么舍不得我吗 占下我的便宜再走 这 万一被邻居看见了不好吧 趁现在没人 赶紧办 我们家雨萱设计就拜托你了 你说我愁死了 雨萱 爸 李阿姨 叔叔 顾老板 你们在干什么呢 他这儿有个虫子我给他拍掉 爸 李阿姨 你们这是准备干吗去啊 我呀 带着你爸去社区的活动中心 这位帅哥 不愧是你男朋友吧 李阿姨你好 我是他 李阿姨 他是我领导 好 刚好路过顺便送我回来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想着把我那个侄子介绍给你呢 我那个侄子长得呀 也可帅了 是吗 现在都是公司的 财富总监了 雨萱 那小伙子我见过 一彪人才 你把那照片赶紧给我 我给我闺女看看 可以 爸 李阿姨 你们去旁边慢慢交换吧 我跟领导再聊几句工作 好好好 去吧 去吧 聊工作啊 去吧 去吧 是这张是吧 对对对 徐雨萱 交换相亲信息是吧 我只是想快点结束话题嘛 到时候拒绝不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是你男朋友 我们现在不能过早地暴露 你得让老兄有点心理准备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过早萌芽的革命 总会被扼杀在摇篮中 而且你不要这么嚣张 你现在是在试用期 会被随时推货的 我这种稀释杰作 已经售出盖部退换 稀释杰作 那不就是奇葩吗 不过 我把这个东西 放到网上卖了的话 说是顾艳成雕刻的 应该能卖很多钱吧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这可是在我的亲情帮助下 才雕刻出来的 功劳有我一半呢 你要实在想卖就卖吧 大不了我再雕刻一个 傻瓜 我怎么会舍得卖呢 我会好好保护好他的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以后我每年生日 你都送我一个的话 那过不了几年 我是不是就身价不菲了 你真是志向远大 那当然了 我可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不过说起来 这周六就是你生日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心 这样吧 你把周六的时间空出来 我们去约会 好 好